Hello大家好 今天我们用豆制品做主角 有百叶、油面筋、粉丝 再加一些碎猪肉 做一道老早上海 家喻户晓的点心 叫双档 它算汤类来的 以前好大大小小的点心店都有卖 你逛街逛类了 朝那里一做 一碗双档 解饿、解渴、又解馋 首先碎猪肉先调味 放少许清水 给它稍微粘开一些 但是不要放太多 太多的话 熟了以后汁水太多 会往外渗的 料酒 盐 糖少许 搅透后放一边待用 大百叶改小 改成15乘15上下的方块 或者长方形一点都行 如果你要秀气一点 可以再变小一点 12公分、13公分这样都可以 白叶放菱形 碎肉放在下角 提起这里 往后退一下 紧一紧 这样肉就不会松松垮垮 转一圈 右边翻上 再转一圈 这个角翻上 这样两边就比较均匀 包好后呢 用鲜给它扎一下 就这样 轻轻的扎两道 打一个活口 那你也可以这样两个扎在一起 油面筋打开 腮肉 那以前好做过一个油面筋腮肉的视频 它是可以腮得很满 但是这里呢 就不要腮满 腮个一小半 或者是油面筋的四分之一大小就可以 最后粉丝开水浸泡着 一切就准备就绪了 那这道汤 如果像餐馆里那样做的话呢 应该把油面筋和百叶包先蒸熟 然后放到汤里 就不需要长时间再煮煮到它鲜味跑掉 那蒸的话呢 最起码也要花个十来分钟 所以你做一点点的话 我就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个快捷的方法 用一个小锅 平底小锅 差不多加薄薄的一层水 百叶面筋都铺上 盖上盖几分钟后肉馅就变肉饼了 那煮个几分钟煮到这样 面筋都缩水了 我们就可以先离锅 然后用清水再煮一锅汤水 水开后粉丝先下 粉丝不要加太多 少一点几根飘飘就可以 除非你特别喜欢吃粉丝 然后这一锅东西下 盖上盖子大火给它煮开 煮开后给它滚个一两分钟 就可以调味了 下适量的盐 白胡椒如果你喜欢的话 那葱啊什么都可以放一些 就完成了 那上桌的时候呢 不是一锅端 是分十字 那店里卖的时候呢 都是粉丝打底 两个百叶包 两个油面筋 那双档双档 就是这样来的 好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głos głos passed 怎么能落 遇到着 第二个 两 在 ここ